徐春英周日记者会上自铺为感情之声来台 先前他曾受访谈到1993年与一名蒲姓外申人结婚 但随着过去参加社统活动被揪出外 还有人发现在司法判决书上 徐春英除了婚姻还疑似有交往对象 根据司法院裁判书系统 陈姓老兵申请再审内容表示 和徐春英交往四年 再在2008年爆发肢体冲突 还发生拉扯 双方互有受伤 还说自己已经78岁 不是徐春英对手 再指控对方与另一名男友陈姓男子 共谋救说他人用铝棒殴打他 徐春英大力驳斥这段内容 而在陈姓老兵说辞中提及这位陈姓男友 他是台湾新著名关怀协会创办人 过去徐春英也曾加入这个社团 就是跟在他这个协会里面 他是理事长 我是常务监事 陈敏森 侯军健 什么关联 跟他们都认识 都是朋友 我也请人帮我收集好 我会保留法律追溯权 并进隐身内容涉及家庭忠诚 徐春英不排除搜集证据提告 而日前陪他开记者会的周锦明 也跳出来帮徐春英喊冤 随徐春英可能被民众党提名 不分去立委 不止两岸来往记录被翻出 婚姻感情也意外受到关注 三身黄金城后采用台北 怎么的 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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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替你一程会打过 我给你 25-�备 不忍睹 不忍睹